继续带您看到高端争议不断 是林地检署曾杰起诉了食药署疫苗专家审查委员会的专员夫妻 涉及泄密以及内线交易 而前卫福部长陈时中过去的言论也被翻出来了 根据了解检察官发现陈时中在疫情记者会上 多次释放高端利多的消息 并且通过媒体报道让股价是持续的攀升 这样的说法最后检方认定不是人为炒股 卫福部长薛瑞源也表示 过去因为不确定国际疫苗采购的状况 朝野双方都赞成发展国内疫苗 所以当时研发进度需要同步跟国人来说明 才会提起高端 哈喽大家好我是品轩 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 一定要赶快打开华氏的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